那我们继续来关心以巴局势 美国国务卿凯瑞7月31号凌晨宣布 以色列跟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已经同意 在加萨地区无条件停火72小时 同时越来越多人响应犹太和阿拉伯人 拒绝为敌的网络社群运动 呼吁大众理智的对待以巴问题 不要歧视不同宗教信仰 或属于不同种族的人分享和平讯息 所有巴勒斯坦的伙伴们都订阅 他们现在准备准备进行 一个72-hour 无限制的 社会的准备火 所以在8时开始 1月1日 国务们预备 准备所有军事业的军事 随后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双方 将在埃及首都开罗展开会谈 加萨走廊 饱受战火蹂躏 巴勒斯坦官员表示 以色列发动这波攻击 导致超过1400巴勒斯坦人上升 大都是平民 以色列也指出 以色列有56名士兵和3名平民 死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 哈马斯发射的火箭 同时 随着一把冲突越演越烈 社交媒体上也出现各种仇恨的声浪 于是 两位身处对立面 又是好友的以色列犹太人 亚伯拉罕·古特曼 和叙利亚裔美国穆斯林 达尼亚·达尔维什 开始在脸书和推特上 发起犹太和阿拉伯人 拒绝为敌的运动 分享和平讯息 短短三周 两人收到成千上万的脸书用户 为这项运动点赞 每隔几天支持人数便会翻倍 这些照片中 有来自战区加萨的女孩子们 特拉维夫防空洞的妇女 也有穆斯林犹太夫妇 越来越多想要传递和平的人们 发布带有犹太和阿拉伯人 拒绝为敌的信息的照片 试图在这无休止的暴力冲突中 寻求平和的正常生活 新常人亚太电视 叶基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